至於確診個案的詳情,則有尤俊華報導 新增的24宗本地個案,數字比前兩天下跌 衛生防護中心說不代表疫情已受控 我們看到很多有源頭不明的,暫時未找到源頭的個案 證明一樣,現在社區開始出現頗多的傳播鏈 所以我們都覺得情況不樂觀 西螢盤Ursus Fitness群組再擴大,多10個人感染 包括6名顧客、4名職員或顧客的密切接觸者 累計109宗個案 一名Ursus Fitness群組的患者 在鴨利州The Harbour School教資訊科技 惹罪給同一個班房另一名資訊科技老師 一名視覺藝術老師亦初步確診,令學校出現小型爆發 十宗源頭不明個案入面,包括一名55歲的家庭主婦 住在田灣新街,會去香港仔街市買菜 亦有一名44歲踏銀工人,在啟德木泰街的地盤工作 今個月7日檢測情陰性 由於星期五不舒服,提早再做檢測之後確診 他的5名同事需要檢疫 另外一名荔枝角度,從寧德峰護腦中心的81歲男院友初步確診 他沒有外出,亦都沒有人探過他,同層大約30名院友同員工需要檢疫 有時電視記者又進華報導 另外星期六有五宗輸入個案,都是坐國泰CX906航班 由菲律賓來港,衛生署引用599H章 禁止國泰由菲律賓馬尼拉起飛的客機 今個月15日至28日在香港著陸 我們到80月16日 AM